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时市场分析 重点探讨的一些产品 包括澳币对美金0.70的一个表现 是一个底部还是即将被突破 还有就是新西兰央行不降息跟美联储不加息的一个结果 导致纽币的走势会是什么样的 0.60这个大的整数官位是否会被突破 或者或者说会被测试到等等 这些我们都在讲座当中 会给大家探讨 有兴趣的朋友 请尽快通过新马给的网站去注册这个讲座 好 回到图表 今天依然观察外汇货币队 因为外汇货币队趋势依然非常漂亮 所以继继续跟踪上周五谈及过的一个产品 欧元对美金终于出现我预想的一个情况 价格回调到1.10 在周四周五两天站稳在1.10之上 连着两天 小的看涨柱子为这个日线路买入区间 所以价格首先突破上 周五的高点的话 这个价格极有可能继续延续 重新回测之前这个高点1.1370的可能性非常大 进了下一个目标价位就是指向1.1450到1.15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潜在的趋势浮动 做多交易设立 这是欧元对美金 第二看一下是美元对瑞朗 跟欧元的美金非常类似 价格 价格下跌回调 同样回调到一个大的阻力位 大致是在这个位置 1.0在这里 1.0是一个重要的 啊 心理关口1.0之下 同样在0.995060左右 在这里 同样是原来着一个阻力阻力支持阻力 所以价格连着两天再次在这里变成阻力 所以这里也是位于日线图10-20的卖出期间 同样两天连续小的看跌主子出现 所以同理价格首先突破上周五的低点的话 那么这个趋势浮动 交易设立 将有可能继续延续 继续往下走 去测试低位 目标价位 第一个0.97 也就是之前这个低点 进了下滑的话 那下方 支持位就指向0.95 这也是之前一直有谈及过的一个产品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下滑的空间 然后看一下美元对 日元 美元对日元 在日线图上同样下降趋势没有改变 下降的波峰 下降的波谷 移动均线 向下展开 其实上一周 自从回调到均线卖出之间之后 价格开始缓慢下滑 所以短线之内价格至少重新回测 之前这个1.111的可能性非常大 那从而我们现在必 最佳的办法是从短线时间图表寻找现在的入市的机会 那观察是 重点观察是两两小时图 首先我们看到是两小时图同样突破了一个重要的支持位跟阻力位 原来的阻力阻力原来是这里支持 突破回来阻力阻力 趋势浮动做空交易设立 将有可能出现 美元对日元若是没有改变 那下方的支持位将指向之前重要的一四线关口110 而110的一个重要性呢 大家如果用月线图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月线图110在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支持位跟阻力位 所以价格重新次是110的可能性非常大 由于美元对日元的一个下滑 从而导致其他日元货币也在下滑 最明显的第一个是欧元对日元 在上周四上周五价格是突破了下方这个支持位 大概126左右这个价位 价格向下突破呢 同样等待它重新回次 价格重新回次126的话 在四个小时图当中也将会回到四个小时图的卖出区间 那这里将是我重点关注的一个产品 一个这个产品的一个价位 等待是小的看跌柱子出现 就像之前这种小的看跌的柱子出现 位于这个位置 那么价格出现一个潜在的趋势浮动做空交易设立 将是有可能产生的 价格继续下滑 那么看一下下方的目标利润空间有多大 基于周线图 我们看到下方直接就是指向120这个整数关位 对应的是之前这个高位 这是重要的低点 所以还是有很大的下滑的空间 然后看一下是锐朗对日元 这是上周五谈及过的 同样这是最为弱势的一个日元货币队 下降趋势非常明显 进一步的下滑 那短线时间就不好 将是我们重点观察的一些 时间图表 四个小时图 同样观察的是第一114这个整数关位 就是在这个位置 从114到上方 这个重要的低点 这两个价位之间 将是重点关注的一个价位 因为这里同样也是位于四个小时图的卖出区间 寻找的是像之前这种同样小的看跌桌子 在这些位置出现 那么潜在的趋势浮动 做空交易设定 正有可能产生 目标价位 依然是之前谈记过的110这个整数关位 基于周线图 所以下滑的空间非常大 好 以上就是今天 CMC Markets 意图论事